好 我們現在已經會用 素材來貼貼圖了 這個貼貼圖的方式我們是調整 UV的大小 去配合我們的素材 那我們現在要來用另外一個方式 便是我們要來畫貼圖 來配合我們猜的UV 好 我們要做像這樣裂開的效果 我們要用畫的 我們這次蛋的部分我已經做好了 然後並且做成動態 裂開的動態 好 我們現在來做做在地板上 蛋撞到地板 結果蛋裂開 但是地板也裂了 好 我們現在要做在地板上 好 畫貼圖一樣跟蛋一樣 我們要先有UV 我們要先拆UV 地板UV就很簡單 就 就拆出來就好了 好 我們現在就要來進入 我們如果畫這張貼圖 好 我們可以直接按 Texture Paint 切換到它預設的模式 這個 這個貼圖不是我們要 這是我之前測試的 好 這樣這個就是我們這張貼圖 當我們啟動畫貼圖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是出現紫色 紫色代表你沒有給指定貼圖 它會不知道它畫在哪裡 所以你這時候在上面畫 它會跳 missing texture detect 錯誤訊息 所以在這個之前我們在shading 選到我們的地板 我們先給它Shift A 創建一張貼圖 Texture image texture Face 我們新增 我們就找Floor Floor crack 地板裂開我們這裡開2048 8乘2048 然後我們這裡用白色 因為我們裂開裂縫是黑的 就會少數嘛 我們知道我們這是白色 不然按照跳出來了 2048乘2048 我們用白色的 的基礎色 的基礎色 blank 好 按OK 好 這樣我們回到Texture Pen的時候 它就載入一張 預設白色的 地板給我們 好我們現在上面 我們就可以來畫我們的貼圖 好現在我 要講 筆刷要怎麼操控 按著Shift拖拉 可以改變筆刷大小 再來第二個 Shift F 可以把 快捷打開 F縮放 再來是 再來是 Shift F 筆刷強度 另外是半透明的筆刷 筆刷的顏色 至於筆刷的顏色呢 在Color這裡 可以改成白色 Hift F 100% 擦掉 塗掉 筆刷 好再來筆刷 刷頭 刷頭 這裡我們把這個界面縮小 刷頭這裡 它有叫Full of 刷頭模式像這個現在刷頭是平的刷頭 所以我們看起來畫得很 很銳利 如果我們把Full of 改成尖的筆刷呢 它就會有 以照 Mask的 方式 畫出不同的效果 尖的 更銳利 甚至 圓頭 像這裡 顏色不明顯 按 Shift F 把它拌透明 這樣就會比較明顯一點 好 所以我們可以改變刷頭的方式來 畫出不同 筆刷的 效果 像我們要劈開 我們基本上 就是 用平的筆頭就好了 就很硬的 很硬的效果 我們這裡把 強度開到最強 先把 這些 這樣 擦掉 好 這裡我也是先教大家比較簡單的方式 我們用投影的方式來畫這張貼圖 畢竟 不是每個人都很 都是手上功夫非常的好 可以 直接手動就把 裂痕畫得很漂亮 加上有些沒有繪圖版 沒辦法掌握 那個 筆刷強弱 這件事情 好 我們這裡 我們就用貼圖的方式來 來處理 好 我們要如何使用貼圖來畫 我們的裂開呢 我們先這裡我們還是先做一個記號 我們要畫在哪裡 蛋蛋打開 好 我們做個記號 好 大約的位置 好我們現在 把蛋關起來 好 好 我們大約裂痕的地方是在這裡 好 我們接下來 我們這裡 在筆刷這裡 我們最下面 我們在Texture Pen的模式下 這裡會有一張貼圖 我們在 這裡 新增一個筆刷 我們載入圖片 找到Crack的素材 它這裡 預設已經跑成 Project的模式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針對筆刷它做了什麼 這裡 它在Brush setting這裡 這裡我們可以在右邊這裡做操作 或者是我們用 N面板這裡它也會 Tool這裡也會有 這兩個地方是一樣的 好 像這裡在Text 在Brush setting這裡一下 Color 我們剛才是黑色的筆刷嘛 我們這裡 在用Project模式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筆刷改成白色 因為這樣它才有辦法 100%投影我們的 貼圖的顏色到我們的畫面上 再來 它在Texture這裡 放了我們這張貼圖 它的模式是Stancil 就是我們來Project投影用的 如果它是在別的模式的話 你會可能發現沒有辦法畫 我還有0 它有它的反覆模式 我們來放大 F 有沒有 它是反覆的 這不是我們要的 模式 這裡我們就把它改成 Sensile Texture 這裡Texture掉了 我可能按到Undo Texture 好 那Project我們要怎麼用呢 按著右鍵 在這個白色空間按右鍵 可以移動 按著Shift 加右鍵 可以縮放 我們這裡 界面跑掉了 有看到 縮放 按著Ctrl 右鍵 可以旋轉 好 就像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筆刷 我們把它改小一點 就可以把 裂開這張圖 畫上來 來 有沒有注意到 我剛才畫來後 下面剛剛那個黑點 不見了 因為它是連白色的地方 它也會一併投影 好 可以把畫面靠近一點 筆刷小一點 就直接 動 畫這張貼圖 F縮小 好 來把這張 裂開 裂開 畫上來 動 旋轉 畫上 按著貼圖的效果 然後我們就 如果我們這樣貼圖畫完後 我們可以針對我們的筆刷 setting tool setting tool的setting 我們可以把 texture pen 模式 我們把 貼圖拿掉 我們就可以回到我們的筆刷 來針對我們一些想要小細部的地方 來做一些修正 可以手動補一些細節 那這裡貼圖我剛剛看2048是比較小啦 因為畢竟我們這畫面蠻大的 這裡就可以補一些細節 做一些修正 好像這樣的話我們就完成我們的貼圖 好我們把蛋打開 然後我們這樣 蛋落到地上的時候 地板 裂開 碰到後 地板裂開 好 這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我們把 用 texture pen 用project的模式 把我們地板裂開畫好 下一節我們就來講說如何把它做成動態 好